欢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灵狐 儿子因为买爸玩没有加辣椒 灵性男子暴打妻儿 画面曝光也引发了全民公愤 那么这名施暴的男子在今天下午出面 五度鸡躬盗窃 他坦诚平常他教育儿子的方式都是用打的 那么面对这次酒后失控 那么灵性男子就跟他的儿子还有岳父母说 对不起 还说以后再也不敢喝酒了 但其实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这位被打的12岁儿子 他平常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 包括了参加英文绘画 还有定位越野比赛都有得奖 那么破琴也曾经在脸书上分享爱的真谛 就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爱 那么如今看起来是格外的痛心 基隆发生了一起轿车撞客运的车祸 轿车驾驶疑似是恍神 擦撞了中央分隔岛失控翻车 还波及到了对象客运 那么索性客运的司机及时刹车 车上有20多名乘客全数平安 只是没有想到这名肇事的驾驶竟然趁隙落跑 而警方则是在事故的现场找到了他丢弃的毒品 买房纠纷 在高雄有名代姓男子 去年底找了左营的一家房仲购物 那么远本分卖方谈好是248万成交 但事后呢 对方在亲日的当天却说 现在韩国人选上高雄市长了 那么之后呢 这个景气会变好哦 那么房价应该要上涨 所以呢 旧地方他涨价 从原本的248万变成了300万 一口气涨了52万 那么让这个戴先生真的是非常的不满哦 那么最后呢 他要找对方沟通却是多次无效 最后他气的呢 是带着狼头当场砸破了这个防众业者店面的玻璃 全程都被台视记者目击 男子的诈骗手法简直就像是电影神鬼交锋的翻版 新北市这名住在高级社区的富家子 平常游手好闲没有工作 但是呢 却先后假冒了艺人办公室主任 广告公司的主管 甚至呢 是电视台的记者 不仅呢 是到派出所骗吃骗喝 甚至呢 海向直篮球队 骗到了价值20亿万的球衣 背负了四条通气罪嫌不到案 警方上门歹人 而他的父亲甚至还帮儿子挡警察 台新闻特别的气话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不少的爸妈都会骑机车载小孩 不过小心这种恩资的载同方式 可能会让你吃上罚单 有民众募集了 一对新手爸妈在机车的脚踏板上 放了一个婴儿推车 而离谱的是 坐在里头的儿童并没有戴安全帽 虽然是路面颠簸 这个孩子呢 也是摇摇晃晃 看起来真的是险相还生 那么警方就表示了 像这样的违法行为 会先口头劝导 如果屡劝不听的话 将会开罚 最近在网路上流传了一段 中国大陆的实验影片 就是用洗衣机洗羽绒外套 结果洗衣机的上盖却被弹开 物理老师就说了 其实是因为羽绒外套太大件 如果用小型直立式洗衣机脱水 衣物容易瞬间位移产生气压 压力势棒 就会弹开上盖 那么专家就建议了 最好是在大容量或者是滚头式洗衣机 清洗羽绒外套 才能够洗得干净 南投新银巷的双龙瀑布 一直是游客最爱的打卡热点之一 不过连接山头的水管吊桥 其实是当地居民维修时的通道 不供民众观光行走用 但是最近却出现了 常常有游客为了一堵桥上风光 就这样冒险走上去 一整年下来 至少超过了200起违规案件 当地的居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若隐投网 要大家不要再拿安全开玩笑 一滴血协助警方 侦破了成年旧案 就在2016年的时候 竹北有一名秋姓贤败 在槟榔滩偷窃 因为现场留下了指纹跟血漆 被警方逮得正着 不过经过警方追查 她的DNA竟然跟十几年前 同样发生在新竹的一起 这个性侵案 这个犯贤的DNA是完全吻合的 当时这名嫌犯持刀 对一名16岁的少女性侵得逞 还当场截走了7000块钱的现金 如今一滴血让真相大白 也让人见识到了 真的是法网恢恢 殊而不容 今天的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式新闻的独家报道 有民众在搭高铁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高铁上面 没有拖把 你有注意过这个状况吗 这个是有民众碰上了 隔壁乘客打扮饮料 清洁人员赶快过来处理 结果让人很讶异的是 电车上面没有拖把跟抹布 清洁人员只能够到厕所 抽取卫生纸来擦拭 不仅清洁的速度很慢 也被批评说浪费了太多的卫生纸 实在是不环保 那么高铁其实也提出了回应 说由于这个抹布还有托把 主要是托把的部分是长肝状 可能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才没有使用 至于说卫生纸环保的问题 希望说清洁人员以后 能够用抹布来取代 那么至于您可能会很好奇 在台铁还有北捷上面 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的困扰 又该如何因应呢 台式新闻的特别期望 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年是暖冬 那么玉山入冬到现在 仍然没有降下出雪 气象局就预估了 周三周四东北季风来报道 如果气温跟水气 互相配合的情况之下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是有机会降下出雪 不过呢 气象专家彭启明 则是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说冷空气还不够冷 近期应该还等不到出雪 所以今年很有可能会创下最晚出雪的记录 那么很显然我们看到气象局 还有气象专家是不同的 政治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旧阁园交接苏贞昌 正式的接下隔魁的棒子 上午率领阁园在行政院内进行交接仪式 而卸下重担的赖清德 在交接碟里上呢 可以说是一派轻松了 他还开玩笑的说现在能笑的比苏贞昌还要灿烂了 那么苏贞昌在致辞的时候也返回赖清德 他在忙着找隔渊的时候 赖清德还能轻轻松松的去看场电影 逗得全场是哈哈大笑 不过在轻松之余 赖清德也把握机会语重心长 谈到了台湾的现况 更是抛出了限改议题 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团队没有蜜月期 一上任就要穷穷穷 那么虽然大部分的阁员都留下来 但其实呢有些人士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像是呢这个表现颇受好评 但是慈意圣尖的文化部长郑立军 在经过苏贞昌强力的胃流之下 也受到了院长诚意的感动 那么经过思考终于答应要留下来继续打拼 而科技部长陈良基 原本接受征询要出任教育部长 办公室都已经打包好了 但是考量到业务衔接的问题 最后也确定留任 而陈良基呢在还原整个过程的时候 还一度说到哽咽 内部规划的欢送会呢 也变成了庆祝留任会 那么至于另外一位非常受到瞩目的 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陈其迈 他因为经过了高雄市长这一站的洗礼 那么从原本呢比较严肃的政治人物 也化身为暖男形象 而且他开直播呢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 也让苏贞昌大赞哦 他现在应该更能够跟民众沟通 30秒钟看世界 首先来关注的是一架隶属伊朗军方的波音707货机 疑似是因为降落的时间 霍漫冲出跑道 坠毁在伊朗的法斯机场附近住宅区 机场16个人当中有15个人不幸罹难 唯一生还的工程师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今天是日本的成人之日 很多地方举办成年礼 但是横滨的一场活动当中 有几名男子在会场暴走 那么也把整个活动给打断了 近年来风靡欧洲 有很多大城市的地铁无库日再度登场 英国伦敦有数百人不畏寒流 在低温当中穿着内裤上街 而在北美加拿大多伦多人数也是超热往年 这是今天的30秒钟看世界 台湾新闻看日记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航空安全金船大出包 有名富人携带装有子弹的手枪 却能够顺利的登上飞机 这名富人这个月初从亚特兰大机场 搭飞机前往东京的成田机场 但是上了飞机之后才发现 他自己用来防身用的手枪 根本就没有拿出来 立刻通知空服人员协助处理 而美国政府关门已经进入第四个星期了 很多的安检人员领不到薪水被迫无薪上班 那么不少人就担心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影响到他们工作的心情跟意愿 那么机场的维安可能会因此就出现了漏洞 英国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一家人 人气非常的旺 不过现在有人要对他们鼓励吗 英国警方发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煽动知识者 在超市的食物里头下毒 恐怖分子还透过通讯软体讨论 这个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的购物习惯 常去的超市 还有如何将毒物放到食物当中 英国当局不敢大意 正在群立的调查当中 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一只伍尾熊 因为体质非常的敏感 现在得劳架保日元 变成美法师帮他洗捧捧 最近巴西东南部出现了天降蜘蛛语的奇观 让人真的是吓破胆 今天是日本平成年最后一次的成人之日 东京迪士尼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成年礼活动 进了很多年轻人跟米老鼠一起来迎接成年 希望最后我们带大家一块去看看 我是林彦 感谢收看今天的台式晚节新闻 晚安 我们再会 晚安